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4年看来是一个巨变前的年份 我今天要说的是第二次冷战 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派和自由民主主义派以及刘亚洲 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相持状态 以哈战争的爆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急剧衰退 世界已经进入了动荡岁月 也就是许多人所说的第二次冷战 与第一次冷战不同的是 第二次冷战的主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伊朗为一方 与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另一方的战略竞争 与第一次冷战相同的是 这种竞争表现在意识形态 地缘政治 军事实力对比 经济竞争等诸多方面 与第一次冷战不同的是 第一次冷战的对手是自由民主主义的西方阵营 与共产极权主义的苏联集团 再加上一个中途反水倒向西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双方近未分明 由于苏联在陆军方面享有对西方的数量优势和地理优势 就对西欧构成了严重的军事威胁 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没有构成当年苏联的那种军事威胁 其原因是 第二次冷战在军事层面上的表现 是在海军、空军、太空以及网络空间的竞争 由于受限于自己的地理位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态势非常不利 没有胜算的可能 但是其经济实力则令当年的苏联望尘莫及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成就 是邓小平的背弃和西方国家的欺望的结果 邓小平的背弃就是在经济政策上背弃了马列主义 西方国家的欺望就是欺望随着经济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民主化的进程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起飞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飞速提高 不仅没有带来民主化 反而促使习近平当局放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企图与美国平起平弱 改变自由民主主义的国际秩序 从而正视了西方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性质的怀疑 以及对西方潜在威胁的怀疑 从而引发了第二次冷战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 第二次冷战的出现是国内两种对立势力长期斗争的结果 这两种势力的一方是布尔什维克主义 就是人们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派势力要坚决保卫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其中包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理性存在的马列主义 列宁主义的党国体制 中共对中国大陆主要经济资源的控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疆、西藏、香港、南海部分岛礁的控制 以及对台湾、钓鱼岛、南海大部分岛礁的主权要求 这一派势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合法地位 控制着行政机器 习近平是这一势力的代表人 这一势力的对立面是自由民族主义者 自由民族主义者否认马列主义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的立国基础 承认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合法性 同意在新疆和西藏等地区实施真正的民族自决 要求吸取台湾民族的经验 在大陆启动民主化进程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造成民主联邦 这一派的思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 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胡适、陈都秀和鲁迅 之后有张军脉、楚安平 1978年以后的代表人物有徐文立、魏京生、赵紫阳、王军涛、王丹、许章润等人 虽然1989年北京民主运动的思想根源是自由民族主义 但是由于中共在8964之后的严厉镇压 自由民族主义者在中国大陆无法直接了当地 公开讨论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 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 只能以海外为基地 寻求并且等待向国内发展的机会 因此还处于戊虚阶段 他们的共识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制不可持续上 尽管自由民族主义者在中国大陆还微不足道 但持近似观点的人却广泛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中 其中的一位就是我今天想介绍的 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前政治委员 空军退役上将刘亚洲 我在80年代就开始关注刘亚洲 去年中国大陆红色文化网刊登了一篇名为 《刘亚洲要为谁殉道》的文章 文章列举了刘亚洲的四中罪 其中之一是 鼓吹西方民主制度 要从根本上动摇颠覆我们党的执政地位 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 就传出刘亚洲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消息 不久之后 我就接受了美国之音《纵身视角》节目的专访 今年3月15日 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共同主席王军涛博士说 他从知情人处获悉 刘亚洲上将被判处无期徒刑 我希望这个消息不属实 但是如果属实 刘亚洲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惩罚 我将在今后的节目里 分期播出我没有发表过的文章 刘亚洲上将会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圣徒保罗吗 今天先播出引言部分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就请订阅转发和点赞 我们下次节目见 刘亚洲上将会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圣徒保罗吗 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赖小刚 2023年6月 引言 保罗是基督教历史中的重要人物 是圣经新约中的主要作者之一 他人生旅途的特点 是从狂热迫害基督徒的犹太教教士 变成为基督教殉道的圣徒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退休的政治委员 空军上将刘亚洲的人生之旅 也多少带有圣徒保罗的特点 他出生于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政工干部家庭 在少年时就紫成副业 最后以解放军最高学府政治委员的身份 在2017年退休 但是在刘亚洲退休6年之后 中国大陆一个名为红色文化网的网站 在2023年4月12日 登出了一篇署名为贺兰峰的文章 文章的标题是 刘亚洲要为谁殉道 这篇文章列举了刘亚洲的四中罪 一是鼓吹西方民主制度 要从根本上动摇颠覆我们党的执政地位 二是力主军队国家化 试图从根本上否定和改变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三是试图借史玉京 借西路军历史问题的巨大分歧和争议 从西路军失败中解密印证中央战略决策指挥失误 四是大肆宣扬西方的人性论 试图用人权人性等谬论 动摇和改变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 这篇文章很快就转登在昆仑策等大陆半官方的智库网站上 由于二十多年来 刘亚洲一直受到海外中文媒体的关注 在2021年11月就有报道称 刘亚洲因伪计而被击押 有关刘亚洲的报道立刻占据海外中文媒体的头版头条 有些报道还说 刘亚洲在被关押期间精神崩溃 共认不会锁控罪行 还痛哭流涕 但依旧被判处了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这些报道均没有消息来源 有意思的是 贺兰夫那篇刘亚洲要为谁殉道的文章 在十天后就被下架了 媒体上也没有关于刘亚洲命运的报道 这篇文章对刘亚洲的四项指责 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而且事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 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这样的指责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如果指责成立 刘亚洲所犯的罪行 就远远超过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两起案件 那就是1935年到38年的张国焘案 和1970年到1971年的林彪事件 中共中央对张国焘正式的指责有三项 一是拒绝北上的战略方针 第二项是企图以武力解决与毛泽东等人的战略分歧 第三项是另立中央 对林彪的指责有两项 一是与江青沆瀣一气 二是迫害老干部 三是阴谋刺杀毛泽东 在阴谋败露后叛逃 对张灵两人的指责都在权力斗争的范围之内 不涉及中共的政治和军事制度 意识形态和党的历史 刘亚洲案的性质的严重性 因此就远远超过了张灵二案 而张国焘和林彪案至今疑团重重 难以服众 更不用说刘亚洲了 刘亚洲要为谁殉道一文的刊登和突然下架 表明了关注和研究刘亚洲案的意义 由于刘亚洲涉及中共统治合法性和可持续性的方方面面 要了解刘案的性质和意义 就要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委员制度 以及刘亚洲的军旅生涯